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近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伟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头首先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 近日就有消息爆出来了 说俄罗斯想对北约发动攻击 那对于这种说法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那些有关莫斯科有攻击北约计划的这些说法 都是在用恐惧来维持西方全球霸权的愚蠢的尝试 那当时普京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间隙说的这个话 普京就敲着桌子说了 他说你看 有人想象着俄罗斯想攻击北约 完全疯了吗 蠢得像这张桌子一样吗 是谁想出了这些荒谬之言 胡说八道 普京当时这个表情和态度都是蛮气愤的 普京表示说 这些想法是在欺骗西方国家的人民 敦促他们武装自己 并且向乌克兰输送更多的武器 普京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维护自己的无上地位 这就是原因 那些针对德国 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市民的恐惧故事 是毫无意义的 普京说 不要编造一些东西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对俄罗斯的看法 他说 这样做只会伤害自己 在当天 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上 普京多次的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 他说是在从2014年美国支持的政变到基辅在顿巴斯的作为 再到西方领导人承认的失败的明斯克和平进程 普京认为说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的美元的资金 武器 弹药和设备 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乌克兰人 而是因为相信这将会进一步的促进美国伟大和全球领导地位 普京也表示说 目前乌克兰打约关押了1348名的俄罗斯士兵 而俄罗斯方面则是掌握着6465名的乌克兰士兵 俄罗斯和乌克兰所遭受的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比例大约是1比5 乌克兰军方每月损失的大约是5万人 那么其中死伤的人数大致是各半的 就是一半是死亡的 一半是受伤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 英国的媒体报道出了一个消息 说北约正在制定计划 如果未来北约和俄罗斯发生战争的话 那北约将会沿着西欧多个陆地通道 紧急地部署数亿万计的美军 那为了应对俄罗斯可能发动的进攻 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让30万的军队随时待命 北约军方领导层正在努力地确保军队的调动 不会因为俄罗斯可能袭击北约的国家港口而中断 那么根据北约的计划呢 如果同俄罗斯发生战争的话 美军的主要的调动路线呢 将会是通过荷兰的路特丹港前往德国和波兰 另外北约计划当中的调平通道还包括从意大利 希腊和土耳其处罚 分别穿过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前往匈牙利等路线 北约呢还制定了通过挪威瑞典和芬兰的调动路线啊 就是说北约现在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面做准备了 而且呢这个所有的部队呢也都是待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可能是西方国家 最近有很多国家呢同意了乌克兰使用西方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那有可能啊 这个此举啊会让战争升级 那如果真的是升级的话 真的这个战火延伸到北约的话 那这个所以说北约可能是针对这个情况制定的这个计划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来关注一下科技行业 最近呢也有消息报道出来的 说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啊 最近是达成了一项协议 允许对微软OpenAI和英伟达 就其在人工智能 也就是AI行业的主导地位展开反垄断调查 就是美国监管方面 对AI技术审查升级的明显迹象啊 就是最近也是AI的技术发展的太快了 那这些监管也好 法律也好 实际上并没有跟得上啊 就并不到位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看啊 就是美国对像英伟达这样的美国本土企业 也是监管的 同时呢 像这种高科技企业 如果说他们涉嫌垄断的这种行为的话 就是一家独大的话 这个美国政府也是开始注意了啊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呢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委员会 在过去一周呢 达成了这项协议 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最终完成 根据相关安排 司法部呢 将会牵头 对英伟达是否违法了反垄断法展开调查 联邦贸易委员会呢 则将会牵头调查 开发出热门聊天机器 ChatGBT的OpenAI公司 那委员会呢 还将会针对微软 对OpenAI进行投资 以及与其他人工智能公司 达成协议的行为进行调查 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发言人士 拒绝执评的 微软 OpenAI和英伟达尚未回应 执评请求 在此之前 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在 2023年的7月 就消费者保护问题 对OpenAI展开了调查 并且要求OpenAI提供有关 其处理个人数据 向用户提供不准确信息的可能性 以及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风险的大量的记录 那这个损害呢 也包含了生育损害 那这是美国监管机构啊 首次正式的发起 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所带来风险的审查 除美国之外 欧盟和英国的监管机构呢 也在关注这些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的风险 那么今年1月 欧盟委员会表示 正在研究大型数字市场参与者 与生城市人工智能开发商和提供商之间达成的一些协议 调查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对市场动态的影响 同时特别提到 正在检查微软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投资 是否是根据欧盟合并条例进行审查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英美达的股价呢 现在是超过了三万亿美元啊 就是总市值超过了三万亿美元 超越了美国的苹果公司 成为了美股市值第二大的企业 那第一大的企业是谁呢 就是微软 微软的市值呢 是多少呢 是31513.72亿美元 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 就是英美达从两万亿美元的市值 到三万亿美元的市值 大概用了多久呢 就这一万亿美元的市值啊 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他这个股票就涨上去了 虽然说呢 就是这个上升的空间啊 是蛮大的 但是三个月就涨了一万亿市值 你知道一万亿市值啊 就是很多这些大的车企业 很多公司可能都没有 很多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 他的市值都不到一万亿美元 英伟达三个月就涨上去了 一方面呢 这个肯定是有一些溢价的情况在里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啊 就是很多投资人也好啊 就是或者是一些市场的这些买家 股票买家也好啊 他们对英伟达是特别有信心的 是特别看好的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价钱 他们还是在买 根据英伟达此前公布的季报显示呢 说英伟达营收同比增长啊 是262%达到了260.4亿美元 其数据中心部门的销售额呢 增长是427%达到226亿美元 净利润猛增628% 达到了148.8亿美元 事实上呢 这并不是英伟达市值首次超越苹果 在苹果公司啊 推出iPhone的前五年 实际上苹果公司也不像现在这么厉害嘛 英伟达的市值呢 也曾在2002年一度的是超越了苹果公司 那么当时呢 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呢 都是不到100亿美元的 那实际上就是说 英伟达曾经的这个市值是超越过苹果的 不过后来这苹果出了iPhone之后啊 就是苹果发展的特别快 那就导致这个英伟达的就是没跟上 那现在的话呢 这英伟达也是超越了苹果啊 就是再次超越苹果 对于英伟达的前景呢 分析指出啊 英伟达实际上在这个 自己的这个领域啊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领先优势 那么在为人工智能工作附和 提供动力的芯片方面呢 其他的对手呢 一直是跟不上的 那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英伟达的增长前景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资人 对英伟达非常有信心 就是英伟达股票虽然是溢价的 但是还是在涨 还是很多人去跟啊 这也是一个原因啊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 就是说 是不是大家都在用这个Visa卡和 这个万事达卡 万事达卡 这就是master card啊 就是说你是不是在用这两张卡 很多银行用的卡都是有这个Visa 或者是master card的这两个字的啊 就是如果您用的是这两个卡 如果您在过去的17年当中 用这个两个卡 在从银行提供的这个自动取款机上 取过钱的话 并且啊 你在取钱的过程当中 还支付了一定的费用的话 那么好消息来了 你可能有资格 从1.97亿美元的集体诉讼当中啊 分一遍 那根据啊 法庭的文件显示说 超过1.75亿的美国人 可能是有资格获得这个赔偿的啊 你想一想 就是1.75亿美国人 美国的人口才多少啊 就是基本上两三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是符合条件的 那么作为你义和解的一部分 Visa目前呢 是以同意支付1.046亿美元 万事达呢 将会支付9280万美元 这两家公司呢 都没有承认存在着不当行为 那么这个和解协议呢 目前还在等待法院的批准 那么在达成和解之前呢 是数百万的消费者提起了集体诉讼 指控这些公司是人为的抬高了 从自动取款机取钱的费用 那这个协议呢 也适用于自2007年11月1号以来 从银行运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款的人 而且呢 他们还得支付了手续费啊 就是支付了手续费的人 就是符合条件了 那如果是法官接受这个和解的话 那么超过一亿份的通知呢 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发送 那么和解条款呢 将会在网站和其他的地方进行公布 那大家一样留意一下自己的邮箱啊 回忆一下这个这么多年当中 有没有取过钱 我估计是十几年你说取过的可能也都忘了 但是说很多人可能都是符合条件的啊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这条消息 下面条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民谋边境啊 今年的大选呢 这个移民话题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那么在拜登政府啊 他现在呢 就是出台了一个禁令啊 阻止无证移民在美墨边境申请庇护 那这个当局啊 采取的新行动呢 是试图越境的无证移民啊 陷入到了困境 那么这项庇护禁令呢 是在5号的凌晨啊 就是半夜啊 12点01分就开始生效了 那么说一下这个庇护禁令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么这项禁令啊 是允许当局迅速的驱逐 或者是遣返非法穿越美墨边境 但是呢 没有机会申请庇护的无证移民 当一周之内 每天被逮捕的无证移民的人数 超过2500人的时候呢 这个禁令就生效了 那么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 当局呢 是4月份在边境 日均逮捕了4300名的无证移民 联邦官员表示呢 说被逮捕的人数啊 依然是居高不下 这足以使庇护禁令是立即生效 那么这项禁令呢 将会持续一周 直到被逮捕的无证移民的人数 降至每日是在1500人以下 那如果被逮捕的人数呢 一周之内再次的上升到了 日均2500人 那么将会有两周的等待期 那么在此期间 政府将会继续的实施限制措施 被逮捕的无证移民的人数呢 上个月呢 是降到了1500人以下 他并不是说通过这个禁令 就让这些无证移民没有办法进来了 只是说每天进的人太多了 那他通过这个禁令呢 就是让这个人数降一降 但实际上这个通道还是在的啊 那么很多人就关心了 说这些限制措施 会不会把这个美国边境关闭啊 实际上是不会的 那么这些限制措施呢 是适用于在边境口岸过境的无证移民 寻求通过政府运营的手机程序 进行预约的合法进入边境口岸的无证移民呢 就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其他通过拜登政府启动的各种架势计划 从海外申请入境的人呢 或临时工作签证的持有者呢 他们都是可以入境的 政府官员也表示说这项庇护禁令呢 是不适用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面临严重医疗风险或安全威胁的人 以及人口贩孕的受害者 跨越美墨边境的合法贸易和旅行呢 也是不会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禁令到底能不能发挥一些实际的作用呢 实际目前呢也不清楚关于 这个庇护禁令的关键性的操作问题 比如说政府将会如何迅速的驱逐来自遥远国家 以及非美国伙伴关系国家的无证移民 墨西哥在美国新的执法制度影响下呢 将会接收多少无证移民呢 实际上也是未知数 很多无证移民是通过墨西哥入境的吧 如果美国不让他进来了 那这些人是不是就留在墨西哥了呢 是吧 这也是个问题 那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呢 表示说寻求庇护的人呢 找到律师的最短时间呢 从24小时缩短到4个小时 那这4个小时必须是在早7点至晚7点之间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表示呢 说推出这项庇护令的目的啊 是更快的筛查几乎所有的越境移民 可能在一周之内就完成 官员表示说在当局评估一些无证移民 是否应该被驱逐出境的时候 更多的无证移民家庭呢 可能会被关押在边境附近的帐篷当中 那这些帐篷的设施是安全的 但是对无证移民的家庭来说呢 是压力很大的 墨西哥的边境城市地华纳的官员 和收容所的负责人表示呢 说无证移民可能会被困在墨西哥 而那里的安全的收容能力呢 是有限的 那很多朋友就关心了 说这个庇护禁令 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吗 那有专家表示说 基本上是肯定会的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 打算提起诉讼 那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和其他的公民及移民权利组织呢 在特朗普发布 那次庇护禁令的时候呢 就曾经提出过质疑 那既然说在特朗普时期 就是这些移民组织 就提出过质疑 上过法庭 那拜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拜登啊 几个月来 一直都是在推动参议员 通过一项加强边境安全的法案 但是呢 没有成功 那么其中呢 就包括一项 类似于这项庇护禁令的条款 那么这个法案呢 是由两党的参议员提出的 但是在拜登表示反对之后 共和党人拒绝提出这个法案 移民问题是今年11月总统大选当中的关键问题 那拜登呢 也是将会再次面对特朗普的挑战 那边境口案的数量呢 近几个月来是有所减少的 拜登政府将其部分原因呢 归咎于墨西哥加大了执法力度 但是呢 拜登表示说 推动无证移民数量创纪录的因素 仍然是存在 无证移民的数量增加 对政府方面的操作 也是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那共和党人呢 普遍是反对拜登的移民政策的 许多人公开的反对他此前实时的庇护政策 那称这些限制啊 是出于政治动机 而且是不充分的 在拜登政府宣布这个消息之前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呢 就发布了一份声明 批评拜登执政期间的无证移民数量很多 并且表示呢 豁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入境呢 将会助长儿童贩卖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真实社交上发帖说呢 此举是纯属作秀啊 他和拜登作为候选人 定居在这个月的27号进行辩论 而拜登呢 允许无证移民合法入境 并且获得工作许可的计划呢 遭到否决 民主党人在庇护禁令问题上 是存在着分歧的 更多的自由派的议员呢 是批评拜登的做法的 而温和派呢 就是比较支持他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美国的官员并没有透露 接下来将会如何加强 将无证移民驱逐出境的 执法行动的细节 也没有透露 如何处理那些 在边境被逮捕之后呢 尚未被拘留的 无证移民家庭的情况 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 在通话当中表示呢 说联邦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在周三的时候就拘捕了九千多名的无证移民 他们在新的庇护禁令生效前入境 因此需要按照以前的执法标准进行处理 官员们表示 联邦政府周三还根据新的禁令 驱逐并且遣返了一些无证移民 但是也没有透露具体的人数 在特朗普方面 一份在最近发给大选捐赠者的备忘录显示呢 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的一个主要的筹款团队 在上个月筹集了将近七千万美元 并且计划呢 在今年夏季 在大选战场周花费一亿美元 为特朗普竞选总统做宣传 这份由MAGA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泰勒不多维奇撰写的备忘录 详细的介绍了政治行动委员会 在宾夕巴尼亚州 佐治亚州 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计划 那么这些州啊 都是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当中 输给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州 但是呢 一些民调就显示 特朗普在当年的11月5号大选前 票数他是领先的 不多维奇强调说 目前呢 摇摆州之一 佐治亚州是特朗普赢得选举人团选票的最佳门户 选举人团主要是根据全美50个州 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口数量 分配选举人票 筹款团队表示 将努力从地理和人口两方面 限制拜登在今年大选当中获胜的途径 这份备忘录呢 也将会进一步的强调 特朗普在非裔选民 拉美裔男性选民 和郊区白人女性选民当中的支持率 是有所上升的 备忘录说 这一转变不仅显示出重要的统计数据 而且给拜登竞选团队带来生存危机 根据路透社一部所 本月早些时候发出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拜登在没有打学学历的选民当中的支持率 是正在下跌的 这一庞大的群体 就包含了非裔选民 拉美裔女性选民 年轻选民和郊区的女性选民 拜登竞选团队没有立即回应执评 特朗普此前在财务方面 和拜登相比是处于劣势的 而MHA股份有钱公司 5月份的筹款结果凸显了前者重新获得了筹款的实力 在全美各地一系列大型筹款活动的帮助之下 特朗普的票数今年4月首次超过了拜登 特朗普上周在纽约封口案审判当中被定罪之后 共和党的主要捐赠者都对他是表示支持的 特朗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表示呢 说他们在5月份筹集了1.41亿美元 金额几乎是4月的两倍 那么在今年的大选当中呢 实际上呢 还有9场参议院的席位竞选呢 也就值得大家关注的啊 民主党在11月5号的选举当中呢 将会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战斗 他们要保住在参议院51比49的这个微弱的多数 还要捍卫几个倾向共和党的州的现任议员的席位 那根据报道像蒙塔纳州和新泽西州的初选呢 为11月的大选奠定了基础 蒙塔纳州呢 是五党派选举预测人士 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少数几个州之印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一些值得关注的参议院的竞选 在5月14号的民主党的初选当中 现行政长官安琪拉·阿索尔·布鲁克斯 击败了国会议员兼富有的9类领受商大佩特隆 获得了提名 此外 阿索尔·布鲁克斯还获得了许多知名民主党人的支持 包括州长维斯摩尔 中选斯坦尼·霍耶和杰米·拉斯金 以及参议院的帕蒂·莫利 他将会面对共和党人 前马里兰州的州长拉里·霍根 霍根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就在特朗普在曼哈顿刑事审判当中被令罪之前 霍根还说 必须尊重判决和法律程序 这招致了党内其他成员的嘲笑 尽管马里兰州自1970年以来 没有选举出共和党的参议员 但是霍根是一位受欢迎的州长 民调显示这场竞选将是非常的激烈的 还有的就是西弗吉尼亚州 在特立独行的民主党人乔曼清宣布不竞选连任之后 并在5月31号离开民主党成为无党派人士之后 西弗吉尼亚州预计将会落入共和党之首 富有的商人吉姆 贾斯特斯在2016年党选州长的时候 是民主党人 次年成为共和党人 他赢得了5月14号的共和党的初选 为竞争这个席位铺平的道路 格伦艾略特是一个小镇的市长 也是这个州的民主党的候选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泽西州 民主党的重选安迪金 在接替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的竞选当中 轻松地赢得提名 梅嫩德斯目前正在接受联邦检察官 对他的贿赂和妨碍司法指控的审判 他没有参加民主党的选举 目前正在以独立的候选人的身份竞选连任 民主党人很有可能在11月获得这个席位 民主党人乔恩·泰斯特正在捍卫 他自2007年以来一直担任的席位 他所在的西部州 在2020年大选当中是支持特朗普的 创立了一家空中消防公司的 前海豹突击队的队员蒂姆·西伊 在6月4号的共和党的初选当中是获胜的 内华达州方面 民主党人杰基·罗森正在竞选参议院的 第二个六年任期 预计这场竞争将是激烈的 已经有16人提出了挑战 其中9人是共和党人 犹他州方面有空缺席位 共和党的参议员罗姆尼表示 不会寻求连任 那罗姆尼是特朗普的知名批评者 这个州也不太可能落入民主党之手 预计共和党的初选将会是十分的激烈 亚利桑那州方面 民主党出身的五党派人士 克里斯腾·西内玛在3月5号表示 他不会寻求连任 这位民主党众议员进步派人士 卢本·加勒哥与共和党的候选人 展开竞争奠定了基础 在密歇根州 随着民主党的参议员代表 施塔贝诺的退休 密歇根州的参议员竞选也是变得十分的激烈 预计这州也会将在总统的选举当中 发挥关键的作用 威斯·康星州 是民主党人塔米·鲍德温 正在竞争激烈的州寻求第三个任期 八名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 已经提交了与他竞争的条件 这个州将会在8月13号 举行初选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 今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后